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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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次的獲獎 其實首先要感謝的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那以及我們很辛苦的 這個橫維金融市事務所的陳文陳金融市 設計兼造團隊的努力 以及現場我們團隊的傳統將司 三方所有人員參與人員的一個共同的荣耀 那針對我們這一次的大廣間的這一次的修復呢 那首先是我們的施工前的紀錄 我們在進來這個園區之後呢 針對於大廣間這個部分的外在進行的大量的攝影 以及我們針對的尺寸的一些帳量 把這些數字呢把它轉換成文字化以及數量化 那這些數據留下來呢 提供給日後修復人員來做一個使用 第二個呢是在我們木座的修復的方面 那由於進來進場之後呢 我們發現光木側這一間的一個木料搜索 經驗白影損害經驗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隨即的找了我們的重藝專業的防治廠商 來進行每一個木料的一個檢測 檢測它的損壞程度 白影侵蝕的程度 我們又結合了我們的大木匠師 看能不能透過傳統的損接方式 傳統的工法 來為我們這些舊木料提供新的去處 其實這一次呢總共有53隻的木柱 我們保留了31隻 其實都是由不同的木柱所擷取下來的 堪用的部分 利用了十字噸間的部分 來做一個最大化的一個保留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在我們右側 有一個通廊的部分 在它的雨林板拆解之後呢 發現它的結構不是那麼的對稱 而且在右側有一個三強的一個呈現 現場評判下來呢 覺得這裡應該以前是有個連通道 我們隨即報警了我們的 特別是政府文化局 文化局立即找了專家學者 來做一個現看 當場呢就繼續發了一些舊的資料 證實了這裡是有個通廊的 也透過這一次的一個發現 把它做一個局部的保留 在我們建築人的角度來看 其實在能夠成為古蹟的建築師 而且能夠保留到今天實處不易 那我們要盡量的去保留以前的工藝 以及它的藝術價值 不要在我們這一代上面 把這些東西埋沒掉 或是讓它消失掉 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古蹟人 所應該有的使命